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也是刚刚结婚 生了孩子不久 对吧 对 而且今天我想谈谈我们依能静最专业的问题 婚姻问题 原来你有这个专业 你不要紧张 她现在就像一个宝经摧残的 宝经媒体摧残的女人 金弓之鸟 对 谈的不是你 但是是请你这个婚姻问题专家评论 为什么我是婚姻问题 你别给我再贴标签乱套帽子 你现在江湖上不都是这么传说吗 等一下我也站起来就走了 你是从那个中国好婚姻回来的是吗 今天拍的这种节目 我死了 我觉得这个 不行 我得要版权 谁敢做这个 这个名字我起的 没错 他们都说找几个人也是坐着背后的椅子 然后找几个婚姻失败的倾诉 看谁啪一下转过来 我怎么从来不知道这有这样的婚姻 找一下一评委或者是心理咨询专家 我不适合 我不适合 我经验太少了 但是对 我跟你讲 你得找那多结多离 我跟你说 易能静 你他的名字挺有意思 你别看他性情中人挺能说 实际上你的名字真是适合做心灵修行 你看易能静中文的意思就是他能静能安静 是吗 跳太远了 快说到底要说什么 我说 饶是你啊 见闻广播 你恐怕也没听过这样的婚姻 最近啊 他们说一个就80后的小夫妻 四年里啊 是怎么着啊 你看我都得看看他这个 结婚七次 离婚六次 结了七次婚 离了六次婚 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没那么夸张 老外还是中国人 没有中国人 没那么夸张 那好像五年里是结了三次吧 这要是公众人物得被批成什么样了 对 你一看你又跳得远了 一样跳得公众 想起自己了 那时候是你的事吧 对 公众人物真的太惨了 你说人家美国伊丽莎白 泰勒 一辈子也是结个七八次婚 但是那为什么就是佳话呢 要是中国一个公众人物弄个七八次婚的 那就成笑话了 是吗 关键Elizabeth Taylor 她结那么多次也是对的 你这么国色天香的一位角色 让多几个人来享受 我们也能见过 国色天香 不与治平 你怎么诱导 行 不往你那找了 我有一个这个事 我也不与治平 他有他具体的悲欢离合 但是他让我联想到一个什么 我最近有机缘 跟一些80后的男男女女接触 我确实感觉在择偶这个问题上 是不是选择多了 他们表现出一种紊乱 你听不管是男朋友女朋友 讲他自己的伙伴的故事 往往都是感觉 他这个事他定不下来 一会跟这个好 一会跟那个好 这也挂着一头 那也挂着一头 而且很快就另外选择了 同时你知道 我有个特别凄凉的一个体会 你知道我是60后的 我们当年就跟台湾都不一样 我们比如说男孩子 要是吹嘘说找女朋友 最多就是说找个美女 漂亮不漂亮 没有别的 或者有一些职业联想 最多我找了个护士 或者我找了个空姐 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说现在就喜欢什么高富帅 然后白富美 就是他有一些择偶标签在 对我来说就是挺陌生 你看现在一个小帅哥 他跟你说我女朋友 好多官二代 什么书记的女儿 我认识好几个 我说现在开始就 这个家境 就是家庭背景 按说他们比我年轻 但是听起来 我还比他们浪漫 对吗 让我觉得有一种 很错位的感觉 但是可能台湾是一直都有 这个家庭背景的考虑的是吧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这个其实是中国人以前有句话 就门当户队 然后另外呢 我觉得其实中国人阶级意识太强了 它不是一个好事 就阶级意识太强了 非常同意 就是说开车就开车的 擦鞋就擦鞋的 我以前请的小助理来 他都可以跟我开车的师傅说话 很不客气 你就一开车的师傅 就那种感觉 我不一样 我是他的助理 那我的助理如果是这样 我就会修理他 那因为我就没有这个观念 当你 人是 如果我们常在说 最终的一个美好的社会 是自由 平等 博爱的 那那么这种阶级观念 那是你们国家 对 你们国家的口号 但是如果 如果说这是一个终极人 人类所生存的一个理想状态的话 这个阶级观念 就它已经不是一个 门当户对的观念 它是发生在我们身边 所有的人都有的一种观念 即便我现在这么跟你说 我觉得我是从小因为苦到大 所以我对这种是 是非常公平的 我们小的时候 是一样穷 基本上 对 大家都一样穷 所以你知道 就会对那种东西特别向往 如果大家都一样富有 有什么好聊的 像我的孩子念的学校是比较好的 都是银行家 电视台什么 所以他在学校 没有人会问他 你妈妈 爸爸是个公众人物 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是更大的公众人物 是政治体系里的 是银行体系 是金融体系里面的 他们说一句话是会牵动 可能整个社会现象的改变 股市的高涨 我们就是小龙 但是你会让你的孩子 跟这个家庭经济背景 差异很大的孩子在一起玩 或者上学吗 他现在就有一两个小玩伴是这样 那将来慢慢长大 会不会有挫折感呢 我觉得是谁有挫折感呢 你说那个穷的还是你 你看我现在就感觉 我们大家都在说 说要是儿子 那就穷生苦养也没关系 说要是女儿 说女儿要富养 要富养 说没钱 别生女儿 这还是一个阶级观念的问题 你不要讲什么观念 我就给你讲现实 因为我就说了 我小时候对这个很陌生 我们一个班里 大家都是一样穷的 但是现在我真的觉得 有些个女孩可怜 因为比如一个班里 明明这个女孩家里太有钱了 但是这个女孩家里家境很一般 你知道好像女孩子吃饭 实际是AA的 女孩子吃饭 哪怕就是不像男的动不动请客 你一刷信用卡 哎呀 这个女孩子就一顿饭吃这么贵 你明白吗 而且两个女孩子出去逛街 买衣服 你知道吗 这也是最残酷的 穷的那个女孩子 到最后就是帮着这个富的女孩子 我觉得这个在我 你说这个不破约吗 不会啊 因为我的朋友女孩子 像我能这么能赚钱的 一个都没有 但是没有关系 他们比如说 他们在某一些地方是比我强的 某一些地方他们能力比我更强 那我就会觉得说 我愿意请 像我们这次去欧洲玩 我就请了一个我的女朋友去玩 所以我全程我付费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他因为很有美术观念 所以他呢 就能给我的孩子很多美术的观念 因为我们去看画 每个人都有他很可贵的地方 如果只用这个来作为人的选择的话呢 我觉得是活的是太狭隘了 现在很多有太多这个赚了钱 但是除了赚钱 没有什么其他的追求 也没文化修养 也更没文化追求 没文化没关系 但是也没追求是一个问题 我还要讲一句话 就是说你刚才讲一句话特别好 就是说会不会难过 我觉得那个是家长的问题 因为像我的孩子会从我身上看到 有很多人赚的钱没我多 甚至有很穷的 因为我有一些作家朋友写的是非常严肃 你知道吗 比你穷的好办 但是要比你富的 但是我要讲 比我富的那就更没话讲 他们给我更大的包容 因为他们能够这么成功 其实我的身边没有什么奸商型的朋友 大部分都是阴商型 对 都是爱博校人 下部分都是这样 所以变成说 他会意识到说 妈妈做朋友的选择为什么这么多 那我就会跟他讲说 你看谁谁谁都有才华 对不对 那妈妈很幸运 是妈妈做这个事情可以挣到很多钱 但不表示妈妈 也许她的东西才能留下来一辈子 现在她做的事情是看不懂的 比如说做documentary的 我们有一个共同认识女孩子 她是做纪录片摄影的 纪录片摄影做的是萧红 钱钟书这种的 是不可能 但是有一天 可能不会再有人看一能镜的中国大人秀了 但她做的东西会留下来 所以每个人在这个 人的这个生活价值跟地位上 所设定的是不同的 你现在也是有女儿的人了 你有这个考虑吗 对将来 我没有具体到那种人 我家里边就是 我从小是学琴的嘛 所以我们整个家里边 家里比较有钱 没有没有 学钱的就有钱 没有没有 普通的 买一台钢琴 或一个拉一个小提琴 如果是个大提琴 还是定制的 舒服比拍卖都有啊 怪不得我们家没让我学 我们买普通的 但是像我 因为我们从小 家里边是 是比较有文化的一个 一个环境 我父亲也是历史学家 我都不敢说 我们家里有文化 马上就IP了 还行 我敢说 我也IP很多词了 没关系 历史学家 我们家都是农民 我爸是这个 就是写这个琴功 就是拉琴的那把功 他是写琴功史 可能是在全世界 就是能像他那么了解 琴功的发展 就不出不出这五个人 很多只有他看过的 他的家庭背景 所以我们 我们都是在那种 我自身就特别有这方面 我这几年就比较浮躁了 因为在媒体里边 然后时间也比较紧 但是就是在脑子里 都一直在想 我要开始教女儿的时候 会让他去欣赏 很多艺术的东西 我听着你们那 都是饱汉不知恶哈鸡 咱们先去下广告 再谈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品质改变世界 三亿重工 这条河 这个镇创造了中国 酱酒传奇 古镇老九 上片人生 贵州茅台镇 古镇老九 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我的成长背景 跟你们两位都不同 因为我经过了这一切 就是毛主席当年 告诉我们这些都不存在 人都是平等的 或者一样穷 对吧 没有什么家庭背景 这一说 至少在我周围的环境里 你知道 其实在更早以前的中国 老中国人也讲门当户对 对吧 就是家庭情况差不多的 就在一起 一直到今天台湾 可能找对象 也是比的情况相近的 包括你看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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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 那种是比较是外省人到台湾来 他们带着一个外省的那种生活观念 本省没有这个问题 我的意思 你看我像我刚刚从英国 法国回来 我又觉得你像英国这个国家 也是阶层 很明显 贵族阶层 它甚至就造成一个什么呢 实际上是隔开了 基本上你比如说贵族家庭的孩子 他也不大可能 跟这个平民家庭的孩子 玩到一起去 能进讲的那个阶级观念 有一个 但问题是平民老百姓 非常乐于当平民老百姓 他的目标不是嫁给这个王子 作为他一生奋斗的目标 然后就踩过所有人头 只为了进那个皇室 大部分人你看给戴安娜王妃献花 会觉得他也是王子怎么样 他们并没有想要成为戴安娜王妃 但现在中国有个现象 就你刚刚讲的 中国所有人都想当王妃 所有人都想嫁官二代 所有就是 所有人只有一个全民运动的目标 就跟选秀一样的 但是国外不是这样 他们因为为什么要这样讲 虽然那个所谓的下面的阶层 不是贵族的阶层 但这个阶层安居乐业 活得非常好 自由 平等 博爱 我跟你没什么不同 你看擦鞋的人 对不对 以前是扔钱给人家 现在丢钱给人家还会要去插鞋 现在还挺贵的 而且还得到百货公司的Harras里面 才有插鞋铜在那 这个人付完钱还会跟他说个谢谢 就大家是在一个和谐状态里面的 真正的 不是那个文字上 但是中国不一样 中国都想攀高正 对 能竞争 这基地关键也是这样 不是同一个状态的 还应该 就是现在比如我当老板以后 发现我就被身边人说 你不行 你跟这个 你跟比如说员工说话 或者你面试的时候 有时候你不能说话太客气 或者太礼貌 或者太那个 我就甚至被指责 你说你 尤其比如你通电话 你要有一个老板的样 你要有什么 就是我就特别不习惯这种东西 就是他会特别讲究 在中国会讲究 你是一个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的人 你要就是怎么样说话 有些人你就不能太客气 你太客气 他就会怎么怎么的 然后会跟你讲这个道理 就说实际上是 你太客气了 你已经办不成事 而且别人对你就不尊重了 好我们回到就是很奇怪的 所以甚至有的当头的 他要耍银威 对吧 有时候借着 借着喝醉之计 这个杂杯子 骂人 不用了 一看有某一些 我们看某一些部分 部分 城管 就这个阶级的 对 城管可以说 我觉得压力太大了 就你像城管 他都觉得他是个官 好为什么 我们回到核心问题 核心问题应该是说 为什么大家想要嫁这种人 因为你就看最近有个新闻 就某个官带了十几种不同的表 是 所以就然后大家都纷纷把这表全部收出来了 然后你就会 你就会听到旁边有孩子说 原来当官就是可以买很多的表 所以我一定要当官 然后就会有女孩说 原来跟官在一起就可以买爱马仕 就说他们会有一种错误的 某一些被引导的观念 但是如果整个社会是由大部分 所谓的这样的状态的官而形成 这不可能 不可能是现在的中国 我还是要非常那个 五毛的讲一句话说 肯定有很多人还是在做事的 但那些人呢 又不被发扬光大 对不对 从贫困做起的那种 人家还特别看不起他 说这个官我告诉你啊 他以前干嘛干嘛干嘛的呀 就因为卖猪肉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 他其实是真耿耿媒体 在舆论的导向选择上 就给了错误的起头 如果中国真的是由这种 就是会出问题的官 已经被抓起来的这些官 而形成的 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国 我必须要讲 不可能有现在可以办奥运啊 可以就是有这么多 跟美国去在很多这种 WTO上抗衡的一个中国 而且呢 这个你得承认很多时候做生意啊 包括工作的机会啊 这个是不平等的 他他还不像 你知道在中国啊 有的时候你找一个官二代啊 他那个感觉啊 还不像找一个富二代 富二代就是有钱嘛 对 官二代他感觉到的 是无所不能 对 是神通广大 对对对 很多时候钱买不到的事情 对 一个电话 能给你帮忙 能给你搞定 所以说 甚至他们在海外 都说找这个官二代出国的那种子弟 都上了名校啊 都是 所以他们有一次就讲 就是说 这个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 对吧 老子打下来的江山 当然这个要有机会 也得给自己的子孙啊 其实我现在觉得这个逻辑啊 因为有人又说了 说那很多当年牺牲的那些个平民子弟 无名烈士 那他们算怎么回事呢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有些人说 我问你啊 我问个问题 如果你们有女儿 你愿意他嫁给一个烈士呢 还是嫁给一个富二代 因为我身的是儿子 没这个问题 如果你们有女儿啊 我希望他幸福 他怎么可能嫁给一个烈士 我的意思就是说 民婚嘛 我的意思说 烈士就是说 对这种改革未来啊 然后真的是投身社会啊 有相当大的理想的 但他可能真的就是 即使有钱都会拿出来 办报啊 这些那些 哎呦 在过去的某一个年代 那个时候的女孩子 还真的就是嫁给革命 是吧 嫁给这个革命 还是你想要嫁给一个 非常有钱的人家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很奇怪 我们说了这样的观念 但大部分的电视剧跟电影 尤其讲以前的 都是有钱人 嫁给一个很有理想的穷小子 成功的故事 要不就是一个特别有钱的少爷 爱上一个来打扫的丫头 真爱无敌 所以可见 这种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 这种现象呢 我觉得所谓80后的这种 喜欢要白富美啊 然后什么什么 高富帅啊 然后官二代 富二代 我觉得这是整个社会的导向的问题 但人们的浪漫的核心的底层思想里 是突破这一切的 是要突破一个阶级观念 依然能够恋爱 依然相信真爱是可以突破一切的 但是爱上之后啊 有很多尴尬 当然 但是没有 不是说没有成功的例子啊 肯定也有的 你比如说我举一个 很多问题就怕具体 你比如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好比一个很穷的女孩子 和一个很富的男孩子在一起 我跟你讲 连交通工具都不一样 甚至是聊 我们说我们打计程车吧 打计程车谁掏钱 没有关键是 如果总是让这个男的掏钱 关键是你 我跟你 我就跟你讲到具体一个家庭里边 就是比如说我见过的 亲兄妹 亲兄妹之间 到最后发展 比如说哥哥比妹妹有钱 然后甚至周围环境啊 因为在家长面前 这个哥哥被夸的更多 你看人家多有出息啊 你应该好好 你正经做点事 最后呢 这种压力之下呢 很敏感 很长期很敏感 而且这个在 我说的是在西方社会 就是差一个 一个月差个一万人民币的事 不是说差特别大 没错 就是非常小差距 但是他就很自卑 很非常敏感 你说这样 我们在一个好点酒店 然后我来请 他对不对 什么意思 你就要向大家炫 要你有钱是吧 一家人 一家人都能打起来 特别敏感 更不用说 去下广告 还能静再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全球转金企业合作伙伴 咱们俩讲的问题呢 这一能静妈妈就说 是父母教育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父母价值观的问题 因为像我妈妈 我绝对是我们家最能赚钱的 今年我买了一个 就一千多万的大房子 有花园的 我就把我二姐 在哪呢 在台湾 我就把我二姐 三个孩子 我三姐跟他先生 两个孩子 全部接到一块去住了 你们家你是一间挑 我是长子 我是最小的女儿 但我是长子 你男女都不分了 我们家有四个女儿 我最小 但是我觉得我是我们家长子 但我妈妈只给过我一个观念 从小 你们谁能干 谁照顾谁 谁有能力 谁扶持谁 因为这一个鸟巢里 就这么几只鸟 摔下去就少一只 就这样 可是你看啊 你的姐妹们 她们被你经济上照顾的时候 她们心里舒服吗 非常舒服 为什么呢 我也舒服 我要这么讲 就是说 我们是有分工的 因为当我不断在外面 征战沙场的状态当中呢 我姐姐在照顾我们家 所有一切的妈妈的健康 然后 比如说 包括前一阵 如果台风家里 我的家淹水了 我自己住嘛 那我姐姐就会帮我 找工人去弄 回来呢 就帮我煲汤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在 坐着他生命当中 最恰当的那个位置 只不过有些人 恰巧被赋予了这样的机会 可是如果你愿意 把这个机会 分给别人 成为另外一种机会 你也在被照顾 你看 这就是中国人特有的 家庭谋生方式 对 一家人 他跟个合作体一样 其实在 在我妈妈也可以跟我说 我妈妈也可以说 妹妹这么有钱 你们就去嫁给有钱 男人算了 你看这怎么怎么 妹妹天天开好车 这怎么怎么 我妈妈从来没有 给过我们这种观念 我妈妈给我们的观念 就是 谁好 谁一定要照顾谁 我要说一点 就是我刚才说的比较快 但实际上很多时候 在西方 因为西方大家独立惯了 对 而整个就是说 你要是依赖于别人 别人没说什么 不是爸妈的问题 有时候是爸妈的问题 但有时候不是他们的问题 家人怎么会是别人 不是 我就是说 他自己给自己这个压力 你明白吗 这也是教育有问题 但这不是教育问题 这是环境 他环境有问题 在环境 你比如说像北欧 因为所有的社会制度 福利 什么都非常好 那所有的人都是独立的 独立习惯了 那如果说你自己 还要依赖别人去生活 你租的房还要依赖别人 对 所以有的人他自己承受不了 他承受不了 他承受不了 就像有一些男人 就比如说男人跟女人 有一些男人有 男人不如女人 有钱不如女人 有财 女方没事 男人他就觉得自卑 依赖这个两个字 和互相扶持是两个概念 对 我跟家人是互相扶持 我姐姐没有依赖 我也非常依赖 但是他自己会觉得 不是 我觉得这就是价值观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